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如路易如電,應作如釋觀。 詞曲 李宗盛 請先開今日本第二格三十八面第三行 從註解的第十四段看起 祝福於大菩薩,唯利眾生,橫線抱身 即硬化等身身滅之下 而不住住法身,就其有常住法身 而不住隱,故約法身非常 不住涅槃利斯 所以不住因其常在大定之中 故所先向,儘管生滅直染 而法身常住自若 所謂過一切相 不住於相者,誰有於此 故約法身非斷 不住生死 此時定會修功圓滿境界 這段的開始 也非常之好 在學佛同修來說 這也是重要的佛學常識 為什麼大成法裡面常說 法身非常非斷 這是依什麼說的 這點為我們講清楚了 祝福於大菩薩 這個地方是通知 語言叫粗度以上的國位 一直到就近佛國 都包括在這一句當中 祝福菩薩 正國之後 他們唯一的四頁 就是度眾生 幫助眾生破密開悟 幫助眾生 療身死脫輪迴 雲震無上菩提 這是菩薩的四頁 為這張四頁 諸佛菩薩 諸佛菩薩 在虛空法界 無量無邊的插土 隨意處現身 那麼所限之身 有爆神 有爆神 有硬化神 世心爆神 譬如我們講的西方极樂世界 阿彌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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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力眾生 就成佛的 諸佛 那是實現的 真如同 釋迪佛 釋迦牟陸佛 在三千年前 北印度 加皮羅衛國 視線的印人相同 他也決定不是 在菩提樹下 夜獨明星而震 無上菩提 九雲界 早就成佛了 所以實現的 那麼世尊 為我們實現的是印神 彌陀為我們實現的是爆神 這是不相同的所在 那麼這種不相同 是不是佛的意思呢 這主要說不是的 是機感相應 眾生有感 佛則有印 就連西方极樂世界 也不例外 也是受法級 一切眾生有感 阿彌陀佛有印 那麼印化身 有神有生有滅 佛所實現的爆神 是有生無滅 唯獨法身 不生不滅 法身沒有生滅 那麼佛不住 這關鍵的意思 在此地 它正得發生 尤其是 尤其是 就近佛國 他們正得是 圓滿的發生 雖然 正得圓滿發生 它不住 我們要體會 我們要體會 這一點意思 它為什麼不住呢 那叫大慈大悲 所以說 就其由長珠發生 而不住 所以說 發生非常 就發生非常的意思 跟不住 涅槃的意思 完全相同 因為它不住 所以水泪現身 射方硬化 碎不住 因其常在大丁之中 這是我們在大神經上 常常讀到的 諾其常在丁 無憂不定時 不但爆神 常在丁中 即使佛的硬化身 也是常在丁中 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 這個意思 前面都曾經洗手過 以佛說法而言 世尊在這個境上 明白地告訴我們 佛說法不但是 無由定法可說 佛實在是無法可說 所謂說而無說 無說而說 為什麼說到無說呢 常在丁中 就是視線的硬化身 也從來沒有 齊心動念過 所謂是六根對六臣的境界 不齊心不動念 不分別不自主 這就是在大丁之中啊 那麼這就是 涅槃的意思 就是發生的意思 就是發生的意思 故事現象 是儘管 是儘管生滅之人 像是儘管 像采加牟尼佛 所釋見的印神 是儘管生滅之人 諸師八十年 我們凡夫看這個現象 而發生常駐 發生是禮體 抱生印神 是從體其用 所以從體上講 清金即滅相 所謂過一切相 過是償過 不住於相 深入於此 佛在這一波經上 教給我們修行的 總綱領 總原則 這個綱領原則 統一切法門 所謂是八萬四千法門 無量法門 都不能違背這個原則 這就是不住身心 這是教給我們 為什麼要不住於相 這個在此地 不必再多說 前面已經說的很多了 這故有約 發生非斷 非斷是不住生死 總而言之 其實這一段裡頭 要緊的就是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就現身 陷要是 skni 웅諸 足刊 射罩 利益 這就是不住生死 这个就是写诗发生的飞断 这也是我们修学的大宗词法门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 因为佛菩萨不读涅槃不读空 涅槃是心体空极 不读空而现象 虽现象而不读有 不但硬化身它不读 报身也不读 法身也不读 三身圆满证得了 三身都不读 这才叫真的证得 这一读那就坏了 决定住不得的 定辉功夫才能够圆满 如果有诸功夫就不圆满 这是法身大四门的紧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正会用功 真正会修行 所谓的烈死恋心 理是经历 我们眼见色 耳闻身 鼻秀香 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当中 用功夫 用什么功夫呢 修定修慧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总不外乎 定慧 这两个原则 修定就是不起先不懂念 不分别不知主 这是修定 定是整个修法的 那除了修定 还得修慧 慧是怎么修定呢 慧是外面六种境界 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一点都不迷惑 这就修慧 所以 慧在定中 定在慧中 定慧等学 定慧等运 这是真慧用功 真会修行的 我们在这段文字里头 要能把这个方法学会 我们的受用就不可思议 再看底下这一段 三神 非常非断之明 非一 非一 一 是不同啊 三神 都是非常非断 都有这个意思 也都有这个 也都有这个 这个是不易 而法身非常非断 但 与报应 与报应 非常非断 之所以 一人则非一 确实不一样 故说 义有种种种义 说义有种种义 就在 祝福菩萨所正的 第三神上来说 义与义 确实有种种不同 且 义种有义 义种有义 那么由此可止 义跟义 不是二法 不二法 业义 如果是二法 那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这一段事情 是叫我们 从 各个不同的角度上去观察 但是 见 要远 解 要远 面面都观察到了 那你见就远了 见远 解就远 这才能远修 远正 最怕的是 你只看到一边 没有看到另外一边 你在这个里面生习 分别执着 那就错了 所以必须秘密解道 才知道 义中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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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则皆非 不执则皆非 不执则皆非 可见的问题 就是在分别执着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是没有一样不是 法法皆非 如果执则 如果执着呢 那就错了 法法皆非 不能执着 这个不能执着 其属于人的道理 前面都讲的很多很多 能够执着的 三心不可得 你所执着的 无论是是法 无论是何法 都是云生之法 凡是云生之法 都自信 动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说明了 能知所知 居不可得 此地 为什么讲 常于非常 讲义与义 这是怕你有 威胁的执着 威胁的执着 还是有妨碍 妨碍你明心见心 这种威胁的执着 说实在话 对于你 要想了生死 涌脱轮回 已经没有妨碍了 但是 要想达到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这个威胁的执着 有障碍 必须要知道 必须要能把这个 妄想分别断掉 当如是见 如是知 如是见者 再为远见 如是知者 乃是正知 这个意思 都说过了 这个 有了正知正见 有了圆满的见解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远修远真了 明了 非常非断之意 这非依非依 其依奈得彻底 解的透彻 解的透彻 解诸法 亦如是法平等主义 一解彻底 可见这个经典好处 确确确实实 能帮助我们 其如大开圆解 这个大开圆解 就是宗门里面的大车大马 我们虽然 我们虽然 达不到这个进行 这一部经念多了 意思 稍稍明白一些 多少 他会帮助我们 放下一些 能放下一些 念佛 功夫就能够得力 待一夜往生 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才有耗耗 所以《般若经》上讲的 《非长、非短、非依、非依》 《诸法、依尔、世法、平等》 这些都是《般若经》的精益 最精华的部分 最精彩的句子 他的意思 一理无限的神光 要细心去体会 受用不可思议 再看末后这一段 《恶药之修够》 这是讲到 《总持法门》 我们修行 要把《总纲灵》抓住 唯一在不取向不灭向 不取悦是不执着 不灭也不是有意 不必远离他 都是对相顺的 相不必执着他 也不必去远离他 为什么呢 他不爱死他 而以性为忠书 修行人 要紧地生明心见心 无论修哪个法门 我们念佛也不例外 念佛如果要能得理议心不乱 生十报壮严头 那你一定要参透 唯一心尽 唯一心尽土 自信弥陀 你看看 还是一心 唯一中书 鸡蛋相不住 信 义不住 前面法身非常 想不住涅槃 不住涅槃 信也不住 不住生死是想不住 不住涅槃是信不住 病不住也不住 如果还有个 我现在脸变不住 我现在脸变都不住了 幻是一个妄想在 脸变不住这个念头 也不能有啊 痛到此理 一念佛便得理也行 你要把这个道理啊 明白了 惨透了 会用了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厨师待人借物当中 你会用这个原则了 那好啊 你念阿弥陀佛 理也行不乱 将来往生 生十报壮严头 长激光净土 这是真实的 上上平万筛 那么从这一阶 显示 金刚不如 对念佛法们 实在是大有帮助 对念佛法 所以这个金呢 我们要跟无量寿金 弥陀金 喝起来看 利益无量不必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 下面这一颗 说 愈不受佛法 愈不受佛德皆无可 佛在本经为我们交量功德 这个地方是第六次 前面前面我们曾经看过五次 前面我们曾经看过五次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思量 真正是不可思议 一切法无我 如云无甚无凡 非以非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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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确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法相中里面 发明这个四礼说得非常的详尽 一部不发明门论 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一段事情 我们到底下一集再说 因为它的经文在下面一集 本经前面或者是大成经上常说 无凡无胜非议非议 跟这一句意思完全灌通 所以它也是涵盖世出世界一强 得无上果者不非修复 但许不受不足 这个开始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得无上果 我们把这个意思扩大来说 语言叫粗度菩萨 破一篇无名正一分发身 那就是无上果 发身是无上果 从粗度菩萨 一直到如来果微 真的圆满发身 这是金刚经上所讲的祝福如来 这些人修福 对于修福从未间断 不但菩萨修福 佛修福 释迦牟尼佛修福 阿弥陀佛修福 没有一尊佛不修福 佛已经佛会二族尊了 佛会都圆满了 他还修福吗 他还修福 我们要不要修福 那不修福行吗 佛在古地上还要修福 可见的修福是菩萨 事业里面第一桩大事 修福 修福就是修布施菩萨 普贤菩萨广修供养修福 但是要紧一点 修福可不能享受 可不能享福 可不能享福 享福一定享福 享福一定享福 享福才会享福 这不能享福 享福一定享福 又不可闻 不费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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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又生贪作业 贪是烦恼的根源 无量无边的烦恼生死 乃至于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从贪心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贪是根本的 六道轮回的根本 一切罪业的根本 一切罪业的根本 修福就怕你有贪心 所以叫你不受不拙 不受不拙呢 断贪烦恼 可以说 你无实戒来 所有的烦恼 从根拔出 所以自古以来 无论在家出家的真正修行人 表现给我们看的 都是修苦心的 他不像佛 出家人修苦心的很多 在家人修行的 只要诸位稍稍留意 他的物质生活 总是比一般人要降一等 甚至于降好几等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唐朝的庞居士 这是许多同修们都熟悉的 庞居士 庞居士生在一个富有的环境当中 全家学法 全家都正够 我们在传记 娱乐里面去看 应当是发生大肆的境界 他把他家里面的财产 装在一条船上 船滑到大江当中 船底炸个洞 让他沉下去 全不要了 不要了怎么生活呢 边炒鞋 炒鞋在新加坡看不到 中国大陆内地还有 用稻炒鞋 用毛炒鞋 边炒鞋 一双炒鞋 卖几文钱 每一天边几双炒鞋 卖几个钱 能度日 就够了 就很欢喜 很自在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菩萨实现 教给我们一句话 人家说 你有钱 钱拿去做好事不好吗 他高人说 好事不如五四 五四最好啊 好事不如五四 这个就是一定要懂得 修福不能够享福 不能够着修福之相 你一享福一执着 如果贪心就要起来 佛教菩萨修布施修供养 目的活在 把贪的根拔掉 所以你修布施里面 还有桌相 还要享福 你这个贪烦恼 永远不能拔除啊 那个不是佛的目的 佛教给我们的目的 要知道 所以我说 这始终 这始终 復得了 形成不受者之 为得无我忍 你看 在修布施里面 他能够修福不享福 修福不执着 成就了忍辱 波罗咪 他能忍 才会有进步 才会精进波罗咪 后面才有禅定 才有波罗智慧 这才像个菩萨的 佛会才能成就 又借无我宫圣 借述奇闻所也 菩萨应通达无我法之意 此皆不过引以不识多福 一位下文不受作张本儿 主要意思在后面一段 这一段是先说这个菩萨以满横祸杀素世界的 这些切报博士 举一个例子 修福 诸佛如来菩萨 都修福啊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若佛有人知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人 自菩萨盛情 菩萨所得功德 这是两个比较啊 前面这位菩萨是一满横祸杀等世界 切报博士 后面这一个菩萨呢 若佛有人呢 这个人是知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人 就像庞居士一样 庞居士所修的就是 得逞于人 这个菩萨所得的功德超过前面 满横祸杀切报博士的菩萨 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株 这个意思 很深很深 一切法无我 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要真正明了通达了 那就是发生大死了 不是普通人了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祝福如来 那你也有份了 也不佛法明门论所言 佛法明门论是天清菩萨做的 法相为师中的经典 那么也是 法相为师的纲要 也可以说是法相为师的概念 它的文字不多 是天清菩萨 这是法相为师的概念 这是法相中的一部大论 根本的论点 与切斯的概念 弥勒菩萨将释出世间一切法 归纳为六百六十大论 听清菩萨 看这一部大论 对于初学的人有困难 因为他说的太多了 太繁琐了 不是初学的人能够接受的 所以将六百六十法再归纳 归纳为一百法 便利于初学 所以称之为百法明门 把一百法都要想得展开来 就是无量无边的试图世界法 把它归纳为一百大论 明是智慧 门是门禁 这个题目的意思 你可以从这一半法里面 找到一个开悟的门禁 从这个门 你就可以开悟了 那么这是向宗入门的教科书 这一部论点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我 将一切法归纳为百法 归纳为一百大论 然后再给我们说明 然后再给我们说明 无我 年中无我 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一切法无我 下面这个表结就列得很清楚了 这一半法又分为五大论 心法要罢 我们常讲八十 八十是水心法 八大论 心所法有五十一类 这个心所就是心法的作用 那么从它的作用上 它们封为五十一类 色法的十一类 色法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无知现象 物理现象 都包含在色法里面 心是精神的一部分 色是物质的一部分 还有一类呀 叫不相应心法 它有这些四 但是这些四 它不是心 也不是物 但是 它也立不开心五 立开心五了 这个法就不存在 可是它确确实实不属于心 也不属于色法 所以单独给它立个名 叫不相应心法 有二十四 那么这个四大论 都叫做有违法 金刚经末后有一首记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你要懂得有违法是说的什么 就是这样的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心法 统统叫有违法 什么叫有违呢 有生有灭 刹那生灭 有生有灭 合起来 这九十四 后面还有一类叫五违法 五违法有六类 五违法是什么 没有生灭 像虚空 虚空我们没有看到它生灭 所以虚空就列在五违法里面了 真如本性没有生灭 所以这个真如也列在五违法里面 那么这个合起来 九十四加六就是拜法 把一切法分为一百大六 然后归结到文化 人文化 你看看 人不外乎 色星跟不相应 《金刚经》上就讲得很好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映作如识观 那当人当然无我了 人无我了 法也无我了 你看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不相应心法 都是属于神的法 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结论 一切法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你不应该受啊 你受就错了 不但你享受错了 你执着也错了啊 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执着 我们看底下一段 还是解释 这个问题 此菩萨 这大做不失复得而不受 所以趁其得臣于人 人他心是定的 直至在修福 修得很快乐 修得很自在 不受福德 不受啊 我们常讲啊 随于而不攀岳 执着跟享受攀岳 离开这个心里 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这个意念 一切随缘 随缘 随缘就自在了 随缘里面 没有执着 没有这个贪受的这个念头 所以他得臣于人 随缘 精致 并非不重视福德 唯一当不拙不受而已 一时去证于大人 精致 精致的宗旨 我们要清楚 不是说不重视修福 那你就错了 祝佛菩萨没有不修福的 六度里面 六度里面 第一个就是不识 那又不修福 普行菩萨 是大愿望 一开头 离尽祝福 趁赞如来 广修供养 你看前三条都是修福啊 怎么不修福呢 不若间这种佛教导我们啊 修福 不可以执着 不能着相 为什么呢 你着相 你四相具足 你所修的那个福 就变成了 六道轮回里面 有漏的福报 这个就搞错了 如果你要享受 要享福 也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 不是如来古地上的 佛徽二子尊 与那个不相干 没交涉了 这是我们要懂的 除这个意思之外 也非常重视得称人 这个很重要 忍 是修行成败的关键 能忍就成功 不能忍就不能成就 这个成就与不成就 金刚经的标准 金刚经的标准 是以尽心定做标准 也就是说 你能够破一瓶无名正义分法身 这是金刚经上所说的菩萨 以这个标准 那么忍是关键的 六道里面说 你能够得成于忍 后面才有金金 禅定薄弱 你才有成就 如果没有忍 你就不能成就 你所修的福 在三界六道里面享受 你修的福 不会是空的 一定会得佛报 一切法不外进行过 前面我们是用 佛法民门来解释一切法无论 法相中说的 相中以外的经论 像华言法华 论言这些大经 也都讲一切法 但是不像法相中的分法 法相是弥勒菩萨分析的 他分得非常微细 其他经论没有这么详细 那么这是一般大臣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不外进行过 把他封为三大类 经经义 五运 六根六成 这都是说于经 行 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十大月 我们静宗学会的同修 在行门里面呢 我们就定这个五颗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的 受则 我们要遵守的原则 果 施住施行施灰向施地 乃至无上菩提 这是果 这是大乘法 特地从粗地说起 与金刚经的教义相问候 出注的菩萨 破一瓶无名这一份法神 这是真实的果报 大臣里面常常用这个方法来分 五谷为一切燃尽诸法 云生提空 法 染罚 是六道 精法 是四神 染阱包含了 摄法界 诸位要小 продук 受法界里面的佛 还不到初度菩萨 我们这是原教 原教初度菩萨 破得一品无名 正得一份法身 他住在哪里 他住一整法界 不是受法界 主要想的 受法界有没有佛 有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他们没有破不明 没有正法身 天台家讲 藏通别远 藏佛跟通佛 是受法界里面的佛 别教原教了 那是一正法界 所以 燃进 燃是六反 静是四身法界 身闻云觉菩萨佛 都是因云身法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了 我在哪里呢 当然 无我 无我是四十 我们今天的大病 就是坚固的执着有个我 这是大病 这个事情真的是麻烦大了 念念念当中有我 还有我所 我所有的 叫我所 我所有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老实话 不外乎贪嗔痴慢 我贪 我吃 我慢 我总不外乎这些东西啊 一天到晚 造水夜 天天干这个事情 念佛不能往生啊 念佛往生的条件 心尽在佛途径 你要把我我所放下 你的心就清净了 这样念佛才能往生 我我所不放下 不能往生 念佛都不能往生 所以要知道 舍法界 语言神提空 故一切法中本无用 佛教跟我们无我 正确点 没讲错 佛丝毫没有勉强无我 因为本来无我 你一片片执着有个我 我也是不相应形法 当之所谓我者 这说明什么是我呢 我是什么呢 其众生无名不觉 这个我的念头 我的执着从哪里来的 从无名里头来的 从不觉 不觉就是迷 无名 无名 我们说过粗的话的时候 就是糊里糊涂吧 糊里糊涂 迷惑颠倒里面呢 去建立一个我 那么你要是晓得 这个四十真相 这个某 我是什么 某是无名 某是迷惑颠倒 于一切法中 望生 望着望想 不是四十 生起了分别 执着之间 实验 这个正我 所以金刚经上 前面我们念过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三心不可得 问你 我在哪里 你要是真正 体会到三心不可得了 我就没有了 我没有了 就恭喜你了 你成菩萨了 你发身大事了 为什么呢 你正无法了 这是发身大事 而一切法心 本来空极 哪有此物 因其本无 故当处之言 本来没共和 我却没有 哪来的我所 所以要知道 我们今天 种种苦难 你为什么这么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运增会求得 佛经上讲的 罢苦交集 你为什么这么苦 就是你迷惑颠倒 妄想当中 生了一个我 你才受中的苦难 如果你也是觉悟了 本来没有我 事实上也没有我 无论在哪一法律 都找不到我 你就解脱了 你就自在 你就永远脱离轮回了 就像观世音菩萨 在心经里面所说的 照见无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一段事情 由于我们迷得太久 迷得太深了 佛在经上 这样的明显 为我们开始 我们听了也点头 也能接受 但是境界转不过来 这个转不过来 习气太深了 转不过来要转 不转不行 初学的时候 要勉强着转 用什么方法呢 不失 不失就是放下 不失就是血 从容易的地方先做起 比如 先使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我不贪 我不居为己有了 摩索 先把摩索有的 捨掉 先使摩索 然后进一步 摩索也放下 摩索也没有了 那就成功了 所以这是两个大的阶段 要知道怎样去做 此二句 上句是解 下句是现 何而观之 是名此菩萨 皆行成就 知一切法无我 是解 得逞于人 这一小段经文 喝起来看 说明这个菩萨 皆行成就 又上句 知是会 下句 人是定 或知便是定会 君等 因定会 君等 进行成就 所以 俗得功德 深情菩萨 前面那个菩萨 是满 三千八千世界七宝博士 这个菩萨的功德 超过前面了 前面是在四项上的博士 这个菩萨 明心见心 那是那个菩萨 不能够跟他相比的 忍自 暗暗不牵 不牵 就是不易的意思 不动的意思 用现代的话来说 不为外面一切环境所诱惑 所以 它是定 两个安 意思是说 心安 身也安 身心都不受外境的诱惑 这叫人 必须功夫做到得臣于人 这叫真功夫 我们常说 明文立扬 无欲六臣 无欲是 财色明时睡 六臣是 四神相未措乏 在你面前 你还动不动心 如果还会动心 没有吗 你没有得到忍 这些东西在面前 如如不动 金刚经后面 我们还没念到 不取欲向 如如不动 就是此地 得臣于人 得臣于人 是什么样子 外不着想 内不动心 这是得臣于人 得臣于人 就是你定会君等 定会君等就破无名 无名烦恼 为什么破不了 定会不均等 定会君等就破无名 破一瓶无名 就这一份发生了 所以 这个功德 和布施前面 大千世界 七宝布施 所能够相比的 方位真是通达 真是菩萨 真菩萨 金刚经前言有标准 四相低了 四见低了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这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这些 全都没有了 我们也很想 破四相 断四见 怎么个修法呢 这里好 我交给你了 你只要得尘于人 四相就破了 四见就断了 得尘于人 怎么个修法呢 你一定要深深地明了 一切发五 你要真正通达 这个四世真相 真正通达一切发五 你才能放得下 通达一切发五 就是看破 你看不破 你怎么会放得下 必须看破之后 你才真能放下 你才成功了 真正放下 那就是 外不着相 不取向 内不动心 如如不动 这是发生大四 所以这是真实通达 真地菩萨 金刚经的标准 在真菩萨 须知 结固居行之心 清凉的四分 心 结 心 正 结在 行之心 人 非如法实行 却有经验 何能生结 这就说明 结跟行 是相辅相成 你能够结得一分 你要不能做到一分 你那个结就不会进步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 你做到了 你那个结会进步 又提升了一分 然后你的行 也跟着进步 结帮助行 行帮助结 结行是相辅相成的 到底哪一个在先 哪一个在后呢 不一定 但是最初一定是 结在先 行在后 真正起修 不一定哪个先 哪个后 所以你真正行 行当中 有了经验 有了体会了 你的解 就更深入了 更圆满了 千云 心有解除 结因形成 能够达到 圆结 是要真实修行 是要真实修行功夫 所成就的 你没有真实修行的功夫 你的结 就不能够深 不能够远 深结 圆结 一定要有真实修行的功夫 那么从这个两句话 行有解除 结因形成 行是出 它是相辅相成的 是即通达之真选 真选是真理 我们也能通达 世出世间 一切法 你一定要这样的修法 你才真正能通达 如是通达 那得臣忍耳 就这个 得臣 忍耳也不是容易 得臣于人 是要皆行功夫圆满 那个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心里面若无其事 毫不勉强 真地放下 请看经文 修佛提 一诸菩萨不受佛德 这是一个小段的一个解语 结论 此极正式开始学人 功夫必须做到如此 方难无目 故须赦名成人之所以 把德成于人 所以人的道理 要细细地说明 说明的原因 就是要效法菩萨 为什么不受佛德 修佛德不受佛德 归一节 归一节 到最后 就是教我们 其如无我法 其如无我法 那就是真果了 凡是菩萨 因其修佛不受 放育无我成人 这一句很重要 凡是菩萨 没有例外的 从原教初步 一直到灯球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每一位都是修福 修佛不享福 如果享福 他就不能够得成于人了 因为他修佛不享福 因为他修佛不享福 所以他得成于人 因为他得成于人 所以能够在六道世界 应化肚神 像普门平里面所说 应一什么神得度 他就实现什么神 我们世间的人 求佛菩萨 佛菩萨一定化身在人间 出生道里面 求佛菩萨 佛菩萨要实现出生人 莫菩萨 佛菩萨要实现莫菩萨 六道 三土 苦啊 唯有菩萨得成于人 他才不在乎啊 他不享福 他要享福 不会到六道里头来啊 六道里面太苦了 这就是说明他不受福的 在六道里面 度化一切众生 求佛啊 所以不能得成于人 怎么能做得到 因不受福 所作福德 尽臣五路之功 在经文上讲的 他的功德超过千人的菩萨 他为什么 他不受 不受就福德变成功德 如果要受的话 功德就变成福德 功德没有了 功德跟福德不一样 福德不能明心见心 功德可以明心见心 可以见心成福 那么下面呢 再把这个受 他的定义 做一个简单恶药的解释 什么叫受 心有其境 明知月收 你心里面没有放下 主要知道 思想放下 可是心里的和挂念处 你还是在受 可见的这个受 必须心里头没有挂碍 没有牵挂 真的写干净 金月不受 证明其心空无精英 他的心 恢复到本性 真心 本性里面 没有业务 六足谈经里面 讲得很好 本来无有 如果有一无 你还在受 你没有做到不受 不受就是本来无有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丝毫 牵挂都没有 古德常讲 一丝不挂 用这个来形容 心里面干干净净 没有丝毫的牵挂 这个才叫不受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不受不是在四相上讲的 相 没方案 四四无碍 什么东西有碍呢 心里头有碍 心里面正放下了 世上就无所谓了 才真正能做到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可见得 普贤菩萨这两约 如果没有得逞于人 一定要心得逞于人 这个恒顺随喜才可以做得到 虚众生随喜功德 虚众生随喜功德 徐菩提哪你不知道 在明知故问 但我们问的 为什么菩萨修复不受复的 问意要在令大众彻底明了 戒能达于不受之地 徐菩提问这句话的意思在此 知词问重要 到于下届开始加以体会 这一问的确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真正明了他的道理 明了他的事实真相 我们才肯发现学习 菩萨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向他学习 所以离根寺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白 下面是怎样为我们开始 这些开始非常重要 字字句句 字字句句 不但寒意生活 不但寒意生活 在生活上显示出来的是大用无法 所以我们应当要特别留意 所以我们把它说明了 是条部分 不但寒意羞 零达提 меч 博主也做佛德 实之 虽不受而应作 菩萨绝对不修佛 可以说 从无间断地修佛 我们世间人 贪图佛报 有的时候修佛 还会间断 菩萨不贪图佛报 修佛 从来没有间断 为什么 那是信德 真谛是开发自信 不可因 不受之言 误会修佛可还 那就错了 当之 做佛德即是修六度 是从大悲心处 祝佛如来 以大悲心为体 应于众生 而其大悲 应于大悲 身菩提心 这就是说明了 菩萨修佛 非常积极 特别是花眼睛上的普贤菩萨 十大悲望 愿远远 在结论的时候都告诉我们 无有疲业 从来没有修行 没有感觉到疲倦 没有感觉到厌恶 认真努力 不断地在修佛 什么是修佛呢 六度就是修佛 十月就是修佛 我们经中学会 定的五个窟墓 都是修佛 三佛 六佛 三学 六度 十大悦望 绝对没有说修佛可以缓一缓 修佛要紧啊 殊不知 佛在佛中 修佛不着相啊 就是修佛 修佛不受佛的就是修佛 可见的佛跟佛是分不开的 如果修佛着相了 那就有佛没有佛 修佛要享佛了 有佛没有佛 只要不着相 不享福 会在其中 真点叫你开智慧 这个底下说得好 完全是华言经典的教义 那么做佛得就是修六度 这从大悲行处 为什么 不想佛 他会去修佛 在一般人 我既然不享福 我佛也不要修佛 这是真理嘛 很厚乎逻辑嘛 那菩萨为什么这么傻了 我们要用逻辑来看菩萨 菩萨都很傻了 不享福 修佛 修了福 让别人去享福 这不是傻瓜吗 这个里面的意思就非常深 他有大悲心 大慈大悲也 这个力量才推动他 世间人天天工作 勤苦地在修佛 什么力量推动他呢 明力才推动他 执着享受才推动他 因为他有享受 所以他肯做 菩萨不享受 他为什么肯做 大慈悲的力量 祝福如来 以大悲心为体 我们佛门里面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这是佛法 佛法的根本是大慈大悲 祝佛菩萨 怎么正果的 怎么修成的 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是以清净性 平等性 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 关怀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大慈大悲 这个里面有条件 那就不行了 如果你执着 有受 这就是有条件 你的心不清净 不平等 那就大悲心就死掉了 就臣服 正果 大悲心为体 大悲心从哪里 因于众生 离开众生 离开众生 你这个大悲心 从哪里发 引不起来 虽然大悲心是信德 如果没有缘 如果没有缘 他生不起来 缘是什么 缘是一切众生 特别是一切苦难的众生 苦难不仅仅限于 物质生活的贫乏 物质生活贫乏是苦啊 物质生活非常富裕 苦不苦呢 寿命到了 还要搞六道三图 这都是苦难众生啊 换一句话说 没有觉悟 依旧迷惑颠倒 都是苦难的众生 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 有些看到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 我们看到的好可怜啊 没错 他现在生活是可怜 他来生呢 来生不一定多三图 来生可能得人生生天去想活去了 他这一次他受的果报 他受这个苦难当中 他造的夜少啊 他妄想少 每一天生活已经自顾不暇了 还想什么 我们一般凡夫啊 看不出来啊 富贵人家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 造作罪业 所以天道很公平啊 富贵人来生贫贱 多三图 贫贱苦难的人来生富贵升天 所以风水轮流转啊 老天爷很公平啊 我会说你啊 你苦 生生世世的苦 你想活 生生世世的苦 没有这个道理啊 你仔细观察 你才晓得 每一个人造的夜报不一样 苦落不相同啊 但是你或电脑是相同的 佛菩萨大慈大悲 帮助众生破弥开悟啊 一切苦难都是从迷惑颠倒里面生的 唯有迷惑了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路 真正的路一定是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你才是得到真正的路啊 菩萨帮助众生呢 是帮助这个 所以对六道众生 十法界的这个圣行 所实现的都是修复不足不受 这个意思是神啊 那么应大悲心生菩提心 菩提心是觉醒 真正的觉悟 彻底的觉悟 圆满的觉悟 这个觉悟的心意 是决定是不足不受 才觉悟啊 在家脱家地 自古至今 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 只看到修行很不错的善知识 我们不晓得 它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看不出来啊 但是从理上讲 佛菩萨硬化在这个世界 视线给我们做榜样 那个数量也很多很多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决定是有 视线给我们看 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 但是在佛法上 像这个经上所讲的 心结 愈深 能够观察得出来 从这个地方 才能生起真正觉悟的心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 一有执着 一有执着 一有受的这个念头 我们马上就迷了 诸佛菩萨确实 它已经不离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大慈大悲言 给我们做一个样子 以近代的善知识来说 徐云老和尚 硬光大死 这是两位出家人 他们做佛德 他们做佛德 没见到过 但是他们不知足 他们不受佛德 那 徐云老和尚 我们不晓得他的究竟 硬光大死 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师至菩萨 硬化来的 大慈大悲 做给我们看点 居士当中 夏莲菊老居士 李炳南老居士 也不是普通人 世心为我们做榜样 也是做佛德 不知不受 他们的生活 不是一般人能过的 你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生惭愧心 急功累得 从无间断 生活之借鉴 是一个很平复人家的那种生活 这个就是大慈大悲 这个里面真的 神菩提心 这是我们 只要信心去观察 只要去留意 能体会到 我们 向这些善知识 学习 决定不错 不要有个念头 我生活辛苦一点 但是也不能过得他那么苦 你有这个念头在 你还是瘦 你还是没放下 真正放下 没有念头了 没有冤演了 我修福 人家享福 我在吃苦头 我为的是什么 你有这个念头 那你就反复了 你这个贪嗔痴慢 通通都起来了 没有丝毫冤演了 我们没有听说 虚映老婆娘有过美院 硬光大师 心里又难受 没听说过 他们这一生快快乐乐 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含义 很深很深 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明了之后 认真学习 才得受用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好 对 祝福 想不介意 你 咱以前 会 我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